我們來寫一下 用美工筆來寫 鋼筆的寫書 我們寫 夢泡蘭的春曉 春眠不覺曉 這是寫寫書 大概三行 那我們一定要軟點 這樣寫起來才會有 容易有輕重 注意看這下筆的 要一個弧度 轉折代筆之間 讓它多一點點 變化 然後這個紙 是叫泥金紙 它比較厚 然後可以用力按的時候 不會破掉 春棉 左邊可以 後中移 然後 倒勾回來 連續動作 然後這個 把它勾得小心 因為這個棉有點 向右偏 所以我布呢 稍微向左下一點 這樣才會平衡 布 掘 掘字 然後 越寫舒朗一點 注意看這個 那個轉折的一些 那個 無限的感覺 吼 春棉不覺曉 小 小呢 這邊可以用一點 比較寫長的感覺 然後 流動性會更好一點 不然這邊勾 然後這邊很多的勾法 都差不多 不覺曉 醋 醋 溫 提鳥 醋 有兩個醋 我們寫一個就好 然後因為這個比較鬆 所以我這個 打算寫比較重一點點 醋 好 注意看這個勾筆 然後因為要有兩點 這邊 帶下來兩點 這樣子代表兩個字 觸觸 觸 紋 好 紋字呢 可以開張一點 紋這個字 好 開張 所謂開張就是 像底部往外破張的感覺 好 往下拉 這樣 紋 然後呢 提這時候要小心 我們看一下往下寫 或者另外也好 都可以 好 因為 總共只有三行 我們再多寫一個字 那再來這個提字的收筆 就不要跟文一樣了 好 我用錦翅 錦 用不同的味道來寫 那就短一點 方向 不一樣 文 提鳥 好 我們剛好寫十個字 好 鳥字呢 可以 這個底部呢 稍微把它過張一點 過張像這個 就會增加它的穩定感 待會我們再來看整體 好 再來 夜來風雨深夜 好 開過去了 好 因為還沒完全乾 好 所以 不要壓一下 都會 暈掉 夜 重一點 來 這樣子 抽號 風雨深要注意 所以左右兩邊要搭配 好 風雨深 可以再重一點點 好 雨字呢就可以擴張 但是不要太重了 好 風雨深 好 聲音的深 天生 影它的筆畫就多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照得 好 寫重一點 勾 喔 有點倒勾的感覺 整個筆畫都 特意把它寫厚重 好 最後 稍微向左撇 不然每一根腳都長得一樣 好 就不好 好 花若 知多少 好 好 那不要每個字都一直擴張啦 好 要有大有小 所以這花若寫小一點 花 就不要那麼大了 好 我把它寫厚 重 但是小小的 好 若 筆畫 沒有在重 知多少 好 好 注意到這裡有一個口 所以這兩個口 不要太一樣 多呢 因為 可以拉長 好 所以我們把它拉長 這樣才會跟這鳥 比較有一個 等 從高 從底部的感覺 少呢 我們就寫下一行沒有關係 因為 喔 還有 下面要寫字 所以單一個字在這裡 喔 沒有關係 少字 好 再來呢 看要直接寫自己名字 或者 他再寫孟浩然 喔 我們直接寫孟浩然 就好 孟浩然全小 好 這字寫小一點 好 藍然 好 好 好 我看要是一個 好,那當然可以寫上自己的名字 我們來解一下 那現在是丙生年六月 你的名字可以寫上去 不用比您 最後再蓋印章上去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整體的 看一下整體 整體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的大小 所以字 相對起來算是 以鋼筆來講 是蠻大的 因為這種字 鋼筆的特點 可以寫這樣子 我可以看到 沒有人會有多好看 是一種特別的 多年 都會有很多